这是窝龙神树瓶苏林的两个孩子 最近网上老是看到这两个小眉球 已经黑到被妈妈嫌弃的程度了 两兄弟目前还没有正式取名字呢 网友开玩笑说 要不然他就叫眉大眉小 或者是叫苏眉苏球 还有的网友说直接叫乌七和妈黑吧 苏林妈妈跟两个小眉球对比起来真的好白呀 两个小眉球一直在追妈妈 但是苏林好像真的有一点嫌弃 这两个乌七妈黑的小家伙 苏林基本上都是从孩子身边走过去的 两个小眉球看着真闹心 小眉球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吓一机灵 这个脏兮兮的模样看着是又可怜又搞笑的 省树瓶相对于都江湮和避风峡这边 雨水会少很多 地面应该没有那么潮湿吧 他们俩是怎么把自己挖没挖得这么黑的呀 而且他们场地里面都是有草坪的 省树瓶那边的篱笆也不是这样的黑色的篱笆呀 是有点偏黄色的 小眉球打架的时候 妈妈去劝架 但是也是点到为止 苏林好像是那种态度 你俩打架的时候我可是来劝我的啊 我并没有不管你们 但是你们俩停不停止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现在主要看一下右边的画面 两兄弟挖眉是有商有良的 就是那种小肌定鬼商量好之后 还分头行动的那种感觉 后面不知道怎么的 没有达成一致就打起来了 苏林妈妈又过来劝了一下架 但是两兄弟都是专注在打架 完全没有听妈妈的话 后面苏林确实忍不了了 想用头来顶一下它们 又觉得太脏了 算了 还是用巴掌呼吧 这一家三口 也是神厨瓶的另外一家 挖眉大户 是瓶瓶和瓶月润月 这对双胞胎会比小眉球大很多 这对双胞胎会比较好